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ETV的《個人講事》 不要經常罵,我也有建議給香港警務處處長 我覺得警務處職員的普通話不太行 因為有些人語言執法,聽到你說普通話的就高人一等 說廣東話就暗角打鑊,甚至沒得你的允許就一棍吐下去 原來是真的,我說不是的,有掛數了,很糟糕 我說不好意思,請問那個山吃甜品怎麼去 我說去樓山怎麼去,他說兩個街上,山東街兩個街上 我就立刻,因為他怎麼去救我 我說那裡不是山東街,他立刻呆了 我覺得警察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覺得挺奇怪的,當然警察很好的,都是用普通話來回答的 但他們的普通話就不太標準了 如果我作為遊客的話,其實我都挺難聽得明白的 也有些意見,他們英文不行 我覺得你作為一個,不要說普通話,我們說英文 英文因為基本法說明是官方語言來的 是官方語言來的,是官方語言來的 是官方語言來的,是官方語言來的 英文你不可以說,最基本的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麻煩你再培訓 你回學堂,學英文,你警禮都學不熟 你亂打人的,順便保守警禮 真的離譜了我 你看到就是,我在中歐再次強烈跟中央官員說 就是換了整個字,講班子去 因為昨天我就去辦自由行,我感受慎心的 我看到原來中港矛盾是真的這麼激烈的 我講普通話的時候,那些人已經是一個鄙視的眼神 當然有些人看得出來是香港人 那一講普通話,那些人就 叫你大陸,你死大陸回大陸 你看一下那個衝突是去到一個這麼白熱化的階段 那我真的希望中央官員真的撤走了這班官 很簡單,你那個張什麼主任,中聯辦 張曉明主任,說完廢話,太陽繼續升起 這個說了很多次,你是大陸人 你說這些話,你更加害香港人 你令到更多香港人走出來 你加深了整個中港矛盾 喂,難聽說一句,你共產黨倒台,你太陽也繼續升起 你這些是廢話,完全是 那梁振英就不用說了 深港融合,你要記得不是說不對 不是說錯,你的計劃可能是很長遠的 但你看時勢,整個時勢就是 全香港都不喜歡大陸人的時候 你說搞中港融合 我忘記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的競選承諾是減相非 這個政策是大家很支持的 因為當時大家都不喜歡這麼多大陸人來香港 他知道的,但他現在上了台之後 他就反其道而行 其實我不知道是他愚蠢還是他愚蠢 又或者有背後要這樣做 我相信背後那個是大一點的 背後要這樣做中港融合 那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那些票投出來的 是有某一個黨派支持他 那他為了選票他沒有辦法 我覺得如果那一班人有這樣做 我希望你也理解一下特區實際情況 現在特區就是不滿意 這麼多大陸人來香港 不滿意這些中港矛盾 你是針對性樂弱去減低衝突 你不是再去嫁劇衝突 那還有香港 現在香港為何會搞到這樣呢 首先 為何會這麼多人不滿梁振英 就一定是中港矛盾 如果沒有中港矛盾 的話梁振英 就不會這麼多人吵他 很簡單 你看 柏市柏尿的 你的班子包容一下 一億人來香港的 等多兩班車 你說得風涼 你自己不搭地鐵 你就好像人家那些維安婦 享受一下 包容一下 那個鄧口光 離譜了 是的 那些警察 很大壓力 殺紅了眼 那你包容一下日本人 南京大逃殺 殺一個中國人 我殺到眼紅了 很不理性 還有那時候是七月 又熱 然後又臭 人家說整條河都是屍 環境多麼惡劣 你死幾萬個中國人包容一下 你真是 日本首相拜正國神社 包容一下 你那個南京大逃殺百物館 拆了他 我進去嚇死我 多多斷頭相 屍體相 包容一下 你說這些話 完全是廢話 你說完 你是害到香港人貼地 好像我剛才說的說話 若果你是大陸人 或者你作為一個 大中華主義 不要說大中華膠 大中華主義者 你的心都不舒服 很簡單 你放同一個道理 在香港人身上 多坐幾班地鐵 你自己不去包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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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不衛生嗎 你都知道這樣不行嗎 你又要我們香港人去承受 現在這個政府是怎樣 同一個道理 這是小事 大事放出來 用這件小事見到大事 就是八三一決定 不斷說我們不遵守基本法 你們違反基本法 基本法怎麼說 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 和特區實質情況 循序漸進的原則 就是上架梁振英 提委會的提名是百分一 為什麼2017年要二分一 這個就是一個倒退 不是循序漸進 實際情況更簡單 你看看哪一個香港人 是不想要普選的 當然那一班收了錢的就另計 你收了錢的 我給他錢 他都會支持的 因為為錢看 大家都 只有錢 錢作怪 難聽這廣告就是 那特區實質情況 就是 at least 有六七十萬的市民 因為他的公投 六七十萬的市民 即是十分一的香港市民 是要一個真正平等而普及的普選 這個就是特區實質情況 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更簡單 你全香港一起做一個廣泛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就可以了 350萬的選民 即那班選民去做 總之全港市民是做提名委員的委員 就具有廣泛代表性 你1200人代表到你還是代表到我 代表到誰 代表到阿水 坑渠的老鼠 還是掃把頭 代表不到我 總之就是 那你全港市民一擇去做提名委員的話 那就具有廣泛代表性 又符合基本法的原則 我們一直都是在說這件事 但是 現在特區政府就是違反了基本法 人大決定是違反基本法 你至少違反了那條程序漸進的原則 那我們現在出來維護基本法 你就說我們不按基本法的基礎上討論 你違反基本法 你就說你自己在擁護基本法 那這個又是很噁心 真的很恐怖的事情 那其實現在整個特區政府就是A字博的 大家鬥射的 射越射得 哇 他那些 哇 我告訴你我未見過這麼厲害的射波術 我告訴你 你世界盃都看不到這麼漂亮的射波術 你看梁振英 林鄭月娥 曾偉雄那些射得多快 前線警員 前線警員就慘了 什麼都射不到 射到你市民的 把那些力透過那支警棍 射到你市民的 你市民就受他射拼的那些力 他那一招黑鑊 他那一招 倒掛金鑊 多漂亮 我告訴你 我們的政府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都說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我們沒有台灣人那麼好 台灣人打得漂漂亮亮 台灣已經變天了 已經由藍天變綠地了 由一個混混落惡的政府 變成一個 我相信是強正麗治的政府 起碼比我看到是新的 這個地區政府 台灣人是真的拿選票去改變台灣 我們拿什麼 我們就真的要找一個掃把 掃把 掃把頭走 掃把這些垃圾會的垃圾走 即是黃定光這些又是浪費狗賊氣 你收皮 你難聽這些說句 你開會睡覺的 他們說過什麼 他們是不是購物 大家心知肚明 你是不是開會 大家心知肚明 梁美芬 你是不是議員 大家心知肚明 葛珮帆 你是不是博士 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些警察 是否維護法治 大家都心知肚明 這些就是廢話 講完廢話 你惹得香港人更生氣 運動怎麼發展下去 真的沒人知道 但我只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一定要登記做選民 2015年 好像蔡英文所說的 由地區贏回香港 我們一定要拿回整個香港 因為香港不是屬於年青人 香港不是屬於那班 梁愛師 師姑 師姑又是抵妥 這個 真是抵她嫁不出 抵她一輩子 處女 說什麼 廿年後怎麼放心交給你們 你以為你是慈禧 廿年後交給你 好像我們現在是光碎王 她是慈禧 那樣 不行啊 你阿光碎你不行啊 你給我睡眠多二十年 睡眠聽症二十年 你七十五歲 發彎 你真的難聽你說一句 你棺材香都聞到 你應該買定了棺材 買定了墓地 你真的下雨的時候 不要怪陰毒了 因為你說那些話 你真的令到七八萬香港人都失望的 我說一句說話 你真是抵承手 你下雨的時候 你真是和合石自己躺下 你不要要香港人救你 當然的 我當然祝你老人家長命八歲 到時香港的年輕人 掌管了香港 一定好好照顧你 梁愛師市長 告訴你 因為這個人是很可惡的 經常說我們衝擊法治 誰衝擊得最厲害呢 九九八年胡仙案 胡仙你明知道做數 你都可以放他走 說什麼補飯碗 法治重要一點 還是你飯碗重要一點 飯碗爛了 可以再找一個人 你政府這麼大的勞工處 你勞工處幫人找不到工作 是你政府失職 但是你法治的缺口一開了 你看看就不斷釋法了 這是第一次釋法 第二次釋法就是居港權 明明中審法院判了那幫人 沒有居港權的 你找人帶釋法 有居港權 你推翻了終審法院的命令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香港有最終司法權 你浪費狗 是你破壞了整個基本法 你難聽你說的 整件事就是 英國書物院判了案 判了英雷王的老公 強姦有罪 英雷王說不行不行不行 錯的 你判錯了 我說他沒有罪 整件事就是這樣 第三更好笑 由政改三部曲 變成政改五部曲 是中央主動釋法的 這就是破口 梁愛思思長就是搞了破口 法治的裂行出來 所以我說 我們年輕人有一天執政的時候 你到時九十五歲 還未死的話 我們一定好好照顧你 一定好好照顧你 和俠石那裡 風涼水冷 在那裡開一間老人院等你 不要讓別人那麼辛苦 抬你那麼遠 直接在那裡扔下去 找一張包屍 不是說黑毒 你都很黑毒 所以免得說 師姑他教不出 葉劉 掃把頭 他的嘴巴在那裡 是地的 他的女生都很噁心 真是 看樣子 梁振英也是 但他都快要死了 這些人 不要怪我黑毒 我真的 不懂得說 我對這班人 因為那些全部妖孽 你跟他說人話 你一定輸 你真的要罵到他 嫂臭他 不要害怕他 這些垃圾 他就希望你害怕他 我們就2015年 拿回整個區議會 2016年 拿回整個立法會出來 看看那些妖孽 怎樣升天 看看那些妖孽 怎樣死 我們香港人 2015 2016年 票站見 在哪裏 中文字幕發展 你會有